大家好,我是小猪,这是湖北的武汉 我现在为武汉的汉阳降滩 正前方是湾市非常有名的武汉长江大桥 它也是我国第一座公贴两用的大桥 对面武昌 我今天带大家看一下 武汉市非常有名的一座网红桥 鹦鹉洲长江大桥 鹦鹉洲长江大桥是中国湖北省武汉市 连接汉阳区武昌区的过江通道 为武汉二环线组成部分之一 并且鹦鹉洲长江大桥 也是世界上首座三塌四垮玄所桥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在座大桥有三座桥塔 它的高崖是不一样的 鹦鹉洲长江大桥 于2010年的8月26日东宫兴建 于2014年的12月28日通车运营 大桥的桥身全不是这种橘红色 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它也是一座网红桥 当年赵丽颖演的一个电影 都是在这边趋劲的 并且每天去全国各地 很多来武汉旅游的朋友们 都会到这个位置来拍照打卡留念 鹦鹉洲长江大桥 西起江城大道 上跨长江水道 是梅加山泥郊 线路全长的话是3.42千米 主桥全长的话是2.1千米 桥面位双向的 八车道 城市快速路 朋友们看一下 在这个鹦鹉洲长大桥 汉阳桥的这边的话 有一个公园 公园这边的话 有一个游泳池 还有一个秋场 所以说朋友们来这边游玩的话 也是非常的方便 每天都有很多的市民们 都会来到这个汉阳江滩 这个地方来游玩 散步锻炼身体 朋友们来看一下 说实话 在这个地方锻炼身体 跑步 真的是非常的好 因为这个位置挨在长江 空气特别的好 有江峰 还有市民们在这边拍照 特别是夏天的时间 来到这个位置特别的凉快 因为这个江峰吹的特别的舒服 我相信在武汉的朋友们 对这块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鹦鹉洲长江大桥 总投资位50.29亿人民币 今天长江里面这个货轮 也是特别的多 一艘接着一艘的 鹦鹉洲长大桥的三座桥塔 三塔耸立 寓意着武汉三镇全面协调 可持续均衡蓬勃发展 今天这个汉阳江滩这边的行人 是比较少的 我之前每次过来 这边的话都是人山人海的 鹦鹉洲长江大桥 它是武汉市的第八座长江大桥 并且这个大桥晚上 这个灯光秀也是特别的漂亮 朋友们 每年这个冬天 这个长江就进入了酷水期 今年的酷水期来得提前一些 我们大家看见这个江滩 大部分的江滩罗漏 还有很多市民们带着小朋友们 在这个江滩上面游玩 之前每年的酷水期的话 是每年的冬天12月份 今年的话相对来得提前了一些 我夏天6月底的时候 来这边的话 这边涨水这个长江这个水 直接到这个 T层这个黑色的水 水印那个位置 真的是下降了 还是很多 每年的酷水期都会这个样子 好多市民们带着小朋友们 在这边游玩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大桥这边有一个楼梯 从那个楼梯的话 直接可以走到那个 长江大桥的桥面上面去 因为上面使得有这个人性观光道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汉阳江滩这边 有一个游乐场 可以供市民小朋友们 在这边游玩 有这个旋转木马 有这个荡鞦韆 每天都有很多的小朋友们在这边玩 特别的舒服 这个位置空气也特别的清晰 正前方也是玩是非常有名的一座 长江大桥 阳四港长江大桥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阳四港长江大桥 或者银屋珠长江大桥中间的话 有一条这个路 这条路的话叫钉子坝 前段时间呢 很多市民们来这边来打卡 因为这个位置 它这个江面比较宽广 所以说当年的话 在这边修了这个钉子坝 为了起到一个树水的作用 我拉大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没有 上面的话是一条路 在这个长延的中间 延绵的话总有两公里那么长 我看到网上很多外地的网友留言 说这条路到底是人工的 还是这个自然形成的 这条路是人工的 这条石子坝 每年的酷水期是可以看得到的 每年夏天如果涨水的时候 就看不到了 因为酷水期的话 这个水下降 所以说这条石子坝 它就渐渐的露出了这个江面 那条钉子坝 是航道的整治建筑 在修建这个银屋珠长江大桥时候 所修建的 每天有很多的市民们 通过这个楼梯 直接走这个江面上面去 在上面观光打卡 那条石子坝 钉子坝 起到了树水的作用 整治航道 优化了通航的环境作用 很多市民们 带着小朋友们 在这个江边这边来吹这个江风 因为现在这个水位是比较低的 武汉的银屋珠长大桥 是我见过的长大桥当中最漂亮的 因为它这个桥身的颜色 举红色 真的是看着特别的喜庆 特别的美观 并着在这条大桥 看起来特别的壮观 在这个大桥的两边 这个桥头都修建了一个公园 供市民们在这边游玩 真的是非常的好 好了 以上是我今天的一个实拍